封門 曲針乘法 做的也是這樣 假設A是3×4的曲針 B是10×3的曲針 一樣 這邊我們也是要用西家CL RAT 載升 去曲針乘法 結果把它選出來 現在,顯示檔案後已經回收了 回收部分 OK 所以你知道那個矩陣的 矩陣的乘法公式是這樣 所以它原則上有INJ 所以它寫出來是一個三層的微圈 是一個三層的微圈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做出來的一個結果 這個當然是根據之前上課的範圍修改 那我們這邊用Visor Visor C++來做 Visor C++來做 這邊特別留意一下 前面標頭檔的部分 我們會用到BIOS string 標準能C的STD的L LiB 我們會用到C++的Random 然後我們用C的Time 然後我們這裡有格式化的處理 所以你會用到IO MAN IP 我們這邊當然會使用到秘名孔件STD 好,那我們將我們的隨機亂數的產生器 我們把它設為全域變數 所以我們在前面條件宣告 這個一樣 我們這個隨機變數X也是將它設為全域變數 這樣的好處也就是說你在後面 後面你在做處理的時候 你就不必把它當成參數 這是比較偷懶的一個做法 好,那我們先看到就是說產生正列部分 產生正列部分 我們是用指標方式 因為它是雙指標 所以原則上在進來之前 你就要先配置記憶體 當然我們自己配置是在 在呼叫它前 就已經配置好 所以這個第四項這邊 我們先把它註解掉 好,然後 然後因為它是雙層的指標 好,所以你 AI部分你還要再配置一次 然後我們自己又隨機亂數產生 然後列印 好 那有效位數是10位 然後寬度15 好 好,我們的AI這一 把它列印出來 然後這邊呢 就是我們要把它抵立掉 好,就是說你用完之後 你要抵立掉 好 那重點是在於 矩陣乘法部分 這邊特別留意一下 我們有兩個矩陣 A跟B 然後乘出來的結果 我們會把它寫到C裡面 好 注意到這裡的參數喔 NNP 所以請你注意喔 A這個矩陣的大小是N乘以P B這個矩陣的大小是P乘以 N 所以乘出來矩陣大的小是N乘以N 這邊要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這裡也是三層圍圈 中間看好 這是三層圍圈 那因為我們在這裡吸這個矩陣 你還是要做記憶體配置 我們在29行這個配置 當然這個是在 在呼叫它前 已經先配置外層 但是我們這邊還是寫 用註解方式 就是你在呼叫前 你就要先配置好 好 然後 到內層我們在配置AI的記憶體 重點是在最內層 因為三層尾圈 為什麼會三層IJK 重點是K 最內層 最內層的話 是這樣 最內層要怎麼計算呢 最內層計算就是 你的CIJ 是所有的 AIK乘上 BKJ 所以這邊所有的總和 乘起來的總和 一個是Raw Vector 另外一個是Column Vector 兩個做那個 向量內積 所以原則上 會形成一個三層圍圈 這樣 所以這個整個算好之後 我們就直接把它列印 一開始 當然這邊 你前面都加到這個AIK CIK裡面 所以前面在 內層4圍圈開始之前 你要先歸零 這邊要特別留意 三層 矩陣陣法是三層 所以它矩陣陣法 其實來講 不然來講 並不是很快 那我們看到那個 MAN的地方 MAN的地方 那因為我們前面 那個 我們的亂數引擎 還有隨機亂數 我們的社會權力變速 所以這邊 你在 我們進入城市 是從MAN進入的 所以前面這邊 4、6行這邊 那因為我們要取亂數 種子 clock 所以這邊呢 我們就用 用這樣的方式去寫 它是 MT19937 因為參數是不大的 好 另外呢 我們那個隨機亂數呢 它是 是怎麼樣 這邊有宣告 但這邊只是宣告 但是我們這邊才 Main的地方 我們才建立物件 才建立物件 你必須要這樣寫 不然的話 在那個 B9C 它編譯上 會出現錯誤 好 那所以這邊呢 我們在這裡建立物件 建立呢 它是 0到 10的 呃 呃 浮點數嘛 Double的浮點數 好 在48行 我們這邊 就宣告 A跟B 然後配置它外面的 外面那一層的那個 開始配置記憶體 好 那因為它配置 必須要 雙層這樣去配置 或一層這樣去配置 好 那外層呢 你現在要配置好給它 不然的話 你這邊不配置 你在裡面在呼叫的時候 再配置它 一樣在 在VC上它的卡牌 會出現錯誤 所以我們在外層 就必須先配置好 好 然後這邊 所以輸出 A等於 從此產生去呼叫 呼叫這個 呼叫它 好 然後 一樣 類似同理 一樣是產生B這個陣列 呼叫它 然後呢 C這邊一樣 外層 外層你要先配置好 這個記憶體 風險給它 好 內層 然後再呼叫它 矩增塵法的地方 這邊就會配置了 好 成好之後呢 我們 這邊其實連同輸出一起 好 最後 我這裡沒有做的就是delete的部分 delete的部分沒有做 delete的部分 我沒有去呼叫 delete的部分 你就把它補上來 delete的部分 就因為我們整個都 都算完之後 我們再把它delete掉 好 所以你就把A delete的部分 delete的部分 A它的外層是3 OK A這個指標把它delete掉 B這邊也 我們把它機體釋放 好 然後B這邊的外層是4 然後還有C也要delete掉 好 因為我們這邊的 作業很明顯 就是說 你要把 機體把它釋放掉 所以我們這邊必須要做 OK OK 好 那 有沒有做 怎麼知道 所以你這邊喜奧的 一行 好 這樣代表了五角道 好 好 那我們在 編譯之行 我用X86的 我們用X64 一般來講 我們在debug的階段 好 等下載不乾 就可以了 編譯之行 所以你可以 大致可以看到 所以 這三個都被抵律掉 只能算完 你不能說還沒算就抵律好 不行啦 算好之後再抵律掉 所以 A B C 剛才你自己也就說 老師我自己可以比算不算出來 這樣 這繩出來的懲罰 結果是這個三層賽的一個 矩陣 所以這個是 矩陣懲罰 矩陣懲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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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